好 主播觀眾 帶大家來關心 一人NONO他涉嫌捲入了性騷風波 檢察官當時是以七項罪名將他起訴 那這個調查當中呢 發現受害者總共有六個人 檢察官當時呢 也怒拼了NONO身為逼開一哥 卻不潔身自愛 他剛剛結束兩個半小時停訓 出來之後有要跟被害人道歉嗎 一起來聽 所以你認為他們指控是事實嗎 可以稍微跟我們講一下嗎 他們認為你性侵猥褻 你覺得是事實嗎 要不要自己辯駁一下 沒有否認啊 真的有說過大不大嗎 對 他們指控的事有沒有覺得哪裡不公平 要不要講一下 到了到了 好 各位聽到呢 NONO事實上他從今天來停的時候 到這個結束離開的時候呢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說話 問他有沒有回憶 要不要跟被害人道歉呢 他也都保持沉默 那麼今天是他涉嫌性騷擾 在士林地方法院首次開庭 結束兩個半小時停訓之後呢 他也快步離開 以上像掌握到最近狀況 再把鏡頭交換棚內 是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